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yson 今天这个视频还是一样的这么简陋 大家是不是准备开始骂人了 Grayson 你是不是要死啊 因为我的相机还是没有修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修的这么慢 其实也没什么坏啊 就是那个卡槽里面那个读卡的那个东西 他就是叫我弄断了 所以就要重新再去换了 可是这到现在也没好 所以这个视频呢 就是好多人都问我 那个斯芙兰85这个买了什么 我就把我就是没有告诉过大家 我最近买了的东西告诉大家 然后并且说一下我的使用感觉 因为我的那个东西都是很早很早就到了 大部分都已经开用了 然后首先就买了两个那个汤包的那个 就是我之前有的那个 就是这几号啊 我看一下啊 07号就那个Pardaiso那个色 就是这个 哎呀啊啊 就是这个色 哇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有了新的我就忘了旧的 之前我买它的时候一直不使得用 因为我知道它就是虽然已经变成常规款了 但是特别不好买 所以就是我一直不使得用 但自从就是我又重新入了两个之后呢 我对它就没有那么的担心了 就可以变成每天都用的了 嗯最近真的就是每天都在用这个颜色 觉得这个颜色超级自然 特别好看 然后下面一个产品呢 也是汤包的 就是汤包的这个 就是汤包的那个 golden peach的那个颜色 哇真的是 终于买到它 然后那个试色我就先不给大家试色了 因为那个 我一只手在拿着手机 一只手在拿着这个就不太方便 大概就是这种颜色 它用起来哦 其实跟这个挺像 这个是我去年夏天买的那个 就是NARS的一个限量 叫做什么 Alter Limits 就他们俩其实用起来感觉还蛮像的 就是都是那种 叫什么peach颜色 peach 然后但是还pink 然后还有那种金粉粉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单独用这个膏特别好看 叠加的粉的话 就会有那种 反正也是好看了 下一个眼影膏是来自于 那个叫什么 叫叫叫叫叫叫 就是Chanel的这个眼影膏 81号 它就是之前我看一个那个就是娱乐节目嘛 就是说李小璐最爱用的化妆品 里面就有这个这个眼影膏 就是这种的 哎呀 这一只手录真的 看大家可以看 哎 中指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这种bling bling的 我就有的时候画完一个眼影影就叠一个它 然后之后 或者是拿一个小一点的眼影刷 就类似于画眉毛的那种眼影刷 然后把它画在那个卧蚕 卧蚕下面 哎呀 带不上 就还蛮蛮好看的 下面一个产品是来自于Mark Jacobs的这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color correcting 我给大家打开 啊 我买的是那个031 用起来哦 它真的就是没什么任何颜色 虽然我这个就是紫调和粉调就是提亮的嘛 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多少提亮的效果 然后还特别的润 然后小小的这一个 我当时收到的时候都惊呆了 我最开始看图片的时候 我以为就就跟这个差不多大 就这么大 但一收就这么小小一个 然后要40多刀 所以大家就是买的时候要小心 真的是挺贵的 嗯 但是我还是用了 就觉得到时候后来以后相机到了 给大家出使用感 再跟大家好好说吧 不过就是 我觉得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用 下一个是Better Than Sex Waterproof Mascara 这个那个是我之前最爱的那个阶网膏 我跟大家说过好几遍 我爱YSL的那个还有它这个 它就特别适合那种刷很浓重 或者Smokey Eye的时候用 然后终于出了那个Waterproof版本的 嗯 依旧好用 然后依旧就是特别的浓密 然后也卷翘 然后高体也是那种稠稠的 然后湿湿咸咸的 湿湿咸咸 真是黄 然后嗯 我觉得挺好用的 然后Waterproof 然后也挺Waterproof的 下面两个眼线笔呢 是来自于植村秀 因为植村秀之前打折嘛 我就买了两个这个眼线笔 这个就是那个如胶四漆自动眼线笔 之前我朋友都跟我推荐过它 我三个朋友都跟我推荐过它 说用它的时候呢 然后扭扭扭 然后每次就能扭出 嗯 特别短 然后你用它的时候 但是特别好上色 特别适合画内眼线 然后我就买了个黑色 买了个棕色 真的特别好用 然后也不韵染 然后特别特别好画 真的是就是眼线胶笔 用起来就没有眼线笔的感觉 就感觉你在用一个细细的眼线膏 然后那个眼线膏还不韵 所以大家可以值得去入一下 下面一个产品呢 是来自于CPB的 CPB的一个护手霜 它有SPF18 所以我觉得夏天用它还蛮好的 这个是我之前一个朋友 给我推荐 这两个都是我朋友 给我推荐的 然后说这个特别好用 当时我们就一起 就是逛街嘛 后来他就说 你用不用护手霜 然后就把这个护手霜 给我用了一下 当时手真的滑了好久 并且那个就是 你在有的时候护手霜 就是它让你滑的时候 你就会有那种黏黏的感觉 然后洗完手才会滑 它就是完全没有黏黏的感觉 而且你洗完手也是滑的 然后特别好吸收 所以我觉得夏天入一个还蛮好的 而且还有SPF值 并且味道真的是 哇 就是那种很贵的味道 是不是有点适俗 不过真的很好用了 下一个是竹马龙的那个身体乳 我买的就是我之前在跟大家推荐过 我喜欢这个味道的那个香水嘛 然后就买了个同样的身体乳 也是挺好用的 然后特别好 就是虽然它是cream嘛 然后夏天用 有的人会说有 但是真的是特别好 什么怎么说 好就是吸收 我朋友教我的一个招啊 就是你洗完澡之后 出来身上别那么的干 没有那么干的时候呢 就是带一点点水珠的时候 你就拿它擦全身 然后水珠当一个那种戒指 然后稍微稀释它一下 然后既能省这个 这个就是身体乳 又能让肌肤就是有那种 滑滑水水的感觉 并且让这个特别好推 特别好吸收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而且用完它就是 晚上睡觉之前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身上和被窝里 都是这个味道 就特别的甜 你感觉自己就是 像一个公主 因为我那个朋友 跟我说那个 就是说我嘛 说grace你就太在乎脸了 你身上不太保养 然后就建议我 建议我就是保养下身体 所以他就推荐我 这个我就买了 我也是蛮听话的 后面这几个大的 一个是fresh玫瑰水 就没有跟大家好说 就我不知道买什么水用 然后最近就买了一个它 然后也是85折收入 一个是fresh的 那个第二个是fresh的 玫瑰的这个cream 我之前上司法来问 还没有 我还以为我碰片 后来85折一看有 然后就买了 然后用了几次 真的很油 它上面写的是 deep hydration face cream 真的很油 我的妈呀 就是很适合干皮了 我用完之后 晚上用的时候 睡觉 感觉那个脸特别的油 不过我觉得还是很喜欢 第二天早上起来 洗完脸之后 上妆效果特别好 下来就是sk2神仙水 我买的是 就是最大的 330ml吧 你看我买东西 就我特别喜欢 撕后面这个纸 真的是手劲 这个是一个塑料瓶的 然后就是最大的 然后我为什么买这个 是因为我之前 大家可能就是 关注我微博朋友 会知道我之前买了一个 就是sk2神仙水 就是限量版的那个 就上面有那个蝴蝶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有一天早上 我起床的时候 起床就是 这个是洗手台嘛 然后就sk2神仙水 放在这 然后这个是卫生间 就是上厕所的地方 然后上厕所的时候 就是睡醒了 然后就特别的困 然后我一转身 然后就甩手转嘛 我就困死了 然后神仙水 就摔倒在地 然后那个厕所地 还是那种 就是因为我在宾馆住当时 然后那个厕所地 是那种 就是大理石 就是大理石的那种 陶瓷地吧 当时整个一瓶就碎了 然后我就呆呆地 站在那个厕所 然后看着那个sk2 然后深呼吸 从从来没有感觉 那个口水味 是如此的好闻 如此的舍不得 那个口水味 然后就 所以我这次就买了个塑料瓶的 然后我觉得 之前我使用感 跟大家说了 我最开始用它的时候 是过敏的 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小 自然用它 完全没有过敏的效果 然后感觉特别好 然后湿肤的时候 脸上会红 但是过一段时间会好 然后我之后 再用一段时间 我会做一个全程的 那个sk2神仙水 还有一些其他产品的reveal 到时候 我届时会跟大家 在视频里见的 最后一个就是 植村秀的黄金油 因为我卸妆产品用完了 之前一直在国内的时候 都用的是那个 巴尼拉 还是巴尼亚 卸妆膏 真的特别不好用 我觉得 植村秀的卸妆油 很多人都说长痘啊 我用过它家 所有的卸妆油 最好用的就是黄金油 因为黄金油 有护肤的效果 绿茶油也特别好用 因为特别的那个 就是薄 清新 然后那个蓝色的美白油 也特别好用 唯一一款 唯一一款会让大家长痘 会有 我觉得我用完会长痘的 就是粉色的樱花油 简直太不好用了 像我这么喜欢粉色的人 我居然都没买 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觉得它有多不好用了 所以这些都很好用 建议大家就去试一下其他油 然后你们可以先买小的 再买大的 但是我知道它很好用 所以我就直接买大的 真的很爱这个油 就是完全没有 就是那种油状的那种负担 而且我用它的时候 从来不用眼唇卸妆 就一下就能全卸了 我觉得特别好用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然后最后一个啊 我还没有拿是一个CPB的洗面奶 在那个卫生间里 然后我不知道之前视频 根本跟大家讲过吧 就是我买了一个CPB洗面奶 是在那个机场买的 然后可能上一个视频往讲了 我买的不是粘头的 我买的是就是那个foam的那种 特别好用 然后味道特别好闻 虽然它是那种deep cleanser的 但是它不紧 一点都不紧 所以我就还蛮建议它去收了 因为特别大一款 每次就用 一点点就能挤出好多泡泡 所以大家就不用觉得贵啊 因为就是还可以用好久 而且价格其实就是 比那个Shisado 或者是亚世兰黛贵一倍半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这些就是我最近 就是买的东西 可能还没跟大家说过吧 然后试色啊 或者是tutorial 等我那个相机出了 回来之后 大概这周应该会回来 回来之后就会立马 给大家录上一大波好看的视频 希望大家届时 在我的频道等着我 然后不要放弃我 不要抛弃我好吗 就是这样了 爱你们 拜拜 记得给我视频点赞哦 然后下面给我留言 follow my 微博 instagram snapchat 好了就这样 拜拜 拜拜